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一下 这次大会的结果 就是各位当选者的名单 当选的中国民主党共同主席为 王有才和王君涛二位先生 谢谢大家 其实我是学理工科的 我不太适合这些公开场合作 不过我为了中国的民主转型 我们在国内一起推动反对党的建设 参加了许多民主运动 大家都想把这个民主党 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反对党 所以我也就参加这次运动 参加这个主党运动 我真的很紧张 我真的很感谢大家 就是我想不到这个会议能够开得这么成功 能够通过世界民主 把民主党全部委员会成立起来 通过了中国民主党的宪章和政治报告 有王有才先生这种合作 有这么多民主党的支持 我是有信心做好这件事 了解我的朋友也都知道 走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做这件事情也不是心血埋潮 我们决心以各种政治力量 对话 沟通 寻求最大限度的共识 推动中国 最终实现宪政民主 首先是祝贺中国民主党 终于成立了 这么多朋友能团结起来 在一起仔细的讨论各种问题 很认真的讨论 然后很认真的投票 最后把我们这个组织建立起来了 这是一件大喜事 我们今天民主党成立了 而且大家成立的非常和气 大家在一起非常热烈的讨论 这真正是已经开始具备了一个 成功的反对党的雏形 所以我在这儿 特意要祝贺大家 而且要求所有的朋友 所有打着民主党旗号的朋友 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做事情 不要再分支了 民主是结实的艺术 争取民主也是结实的艺术 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 我们应该团结起来 联合起来 发扬好团队精神 尽快结束一党专制 这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我们将这个推选国内一批 就是主党 因为主党长期受监禁的朋友 组成荣誉自身团 考虑到情况的复杂性 那么暂时不公布名单 然后在适当的时机 公布名单 谢谢大家 紫兽与十二万宝 中国民主党优秀党员称号 以表彰您为中国民主事业 做出的杰出贡献 特此颁奖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王有才 王君涛